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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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冰冰夢夢 今天又來到我的追求極致之湯系列啦 沒錯 因為上個月的時候真的太太太太 太熱了 所以呢 我完全不想出門 但是大概到半個月前的時候 我那顆想要泡溫泉的心 就一直在蠢蠢欲動 所以儘管現在我看一下 體感溫度35度 我還是決定衝了 泡湯怪人是沒有在管天氣的啦 夏天泡溫泉也是好處多多 排毒又健康 那我們正式要去的就是位在金山的 木舍溫泉度假酒店 這有點中高價位 一個有溫泉的房間 有床有沙發的那種 兩個小時泡湯是2400塊 那這一間它的評價還蠻高的 在冬天據說要兩個月前訂才訂得到 現在呢剛好就是離冬天兩個月前 所以呢平仔先幫你們去探停探停 如果真的不錯的話呢 大家就可以訂起來了 好啦那我們就去追求雞翅翅湯吧 出發 到了 開了 開了快一個小時 剛才我在路上的時候 有看一下 他們這邊的餐點 聽說也蠻厲害的 泡溫泉 然後就來吃他們的東西 走 金山風這麼大 對 然後我想要半露天的那一個 對 然後我想要半露天的那一個 對 沒錯 因為目前這三間都在做規復 所以目前是沒有 所以今天是沒有辦法住那一間的嗎 對 這也是一種雙人味道 很好 第三的話我們是面羊蜜山 喔好好 有面羊蜜山欸 等一下我先請問一下 結果有在家吃東西的話 什麼優惠之類的嗎 主要是以雙人味道 那這一種的話可保持兩小時 然後保持是這一種 四唇泡湯的話 目前平日很會讓 期待一個小時就這樣 欸不是 兩個小時變九龍球太優惠了吧 各位觀眾 我第一次拍溫泉系列 就卡在這邊卡那麼久 我現在是選擇困難 真的完全發作 究竟要吃他們的東西 兩個小時的房間 然後呢再加上食物 1919 還是兩個小時的平日優惠 到9月30號而已 999 好我決定了 我要999 抱歉各位 我不吃了 999還是比較像 反正雞 好的謝謝 你認真好 大哥 大哥 尊稱 這是尊稱 這個不是年紀的意思 這個是一個尊敬 好我現在先跟你說999的 全球鞋很費用 你看你要不要先去 不管你們的大宇宙 可以看一下 哎唷唷唷 他要帶我去參觀這邊 戶外 露天風旅 喔~~~ 這個是薰衣草 佛羅菊 人參金油池 玫瑰金油池 很香耶 哇那這個冬天來 感覺應該會 真的還滿幸福的 還有冬天生涯 嗯嗯嗯 請問就像這樣子 泡一次多少呢 我們這邊就是算一次進出 那成人的話 平日是250 加熱是310 喔~~ 還有寒毛池 還有礦絕水 還滿活氣的耶 喔~~ 準備開箱313 這邊 兩小時999 兩小時999 喔~~ 今晚現在外面是大太陽的情況 可是其實這邊的冷氣是 是很夠力的 總有種拽到的感覺 呵呵呵 好啦 我要先來 開箱 啊~~ 啊~~ 等一下 鵬力 2 3 2 3 4 4 5 5 5 6 6 6 7 8 3 太舒服了 好久没怕的温泉 切成的鸡肉 水 鸡肉 蒸鸡肉 鸡肉 做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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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海底溫泉硫磺鹽爽 但是要提醒各位一下 如果有什麼傷口的話呢 要小心泡這個池 泡起來應該會超級舒爽 欸不是 池會超級刺激 所以呢如果池上有傷口的話要小心一點 它是鹽的 金酸水質真的是很自由 或者什麼海底溫泉啊 硫磺鹽啊 然後各種跨物質啊 對女生去角質 還有疊神經痛啊 腰痠背痛 其實都算是效果蠻好的 而且其實倒是說 我個人是覺得 以我日本泡過的那幾個池 跟台灣的這些池子 以皮膚咕溜咕溜程度來講的話呢 其實台灣真的不屬日本 因為我覺得 台灣只要有主打 咕溜咕溜皮膚的溫泉 真的是泡下去之後 你是真的會很明顯的感受到那個差異 那日本的差異其實就比較不會那麼大 雖然說他們的泉水看起來都又有顏色啊 又濃啊 又白啊 還越講越怪的 但是呢 我覺得咕溜咕溜真的是 台灣不會輸的 那第二個讓我很驚豔的地方就是 價格的部分 因為原本我就是 只衝著四人房來的 所以我做研究的時候也就是只有做四人房 那四人房其實我那時候就知道說 四人房它以外各一個池 兩個小時的休息是兩千三百塊錢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想說 喔 沒錯 我是高價位的 結果來了之後呢 贏過不服 四人房 因為他們現在目前還在維護 所以就只能給我這個兩人房 竟然是兩小時 啾啾啾啾 還有床 所以這邊呢其實是很適合親子跟親女來的 你看親子有四人房可以玩 然後呢 爸媽泡一池 然後小孩去戶外泡一池 家長就可以在裡面吹冷氣泡湯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兩人幼床 情侶 我的意思是說 可以休息 因為兩個小時嘛 總不可能兩個小時都在泡湯對不對 各位不怕夏天泡湯的話呢 真的是可以來試一下 要說缺點的話也是有 就是這邊的設備其實相對算是比較老舊一點 但其他呢其實都算是蠻好的 我覺得這邊的設計是沒有設計過 你看這邊的光影 讚讚 好啦 來 那我繼續泡啦 哇 泡完了 這邊其實是有讓我驚豔到的喔 全職 然後服務 我覺得都算是還不錯 但是呢 環境的話還是稍微就是老舊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這次就是突如其來的優惠 真的是大加分 不能吃到這邊的餐點 其實還算是稍微可惜 但是還是熟悉的最對味 所以呢 我待會要去金森樓街買一堆的麵回家 給大家吃 GO 好 這樣啦 摟了 怎麼感覺好像那個很多地方都沒有開的感覺啊 感覺有 感覺有 太好了 太有還有 哭了 我想要四人份的麵 然後要帶走了嗎 炸鰻魚一盤 殭屍大腸 謝謝 謝謝大腸 這個全部四人份的麵 然後一個炸鰻魚 還有殭屍炒大腸 殭屍炒大腸的打結的 全部都帶回家 其實我們家以前 真的超級常來金山老街 然後呢就會來繞繞啊 看看海啊 然後吃東西啊這樣子 大家各自出社會之後 能喬在一起的時間實在太難了 所以呢 我們家已經非常非常久沒有來 我爹地也已經超級久沒有吃到炒麵了 這邊炒麵真的是我們的愛 一份四十塊耶 超爽的 金山這樣走一趟 然後泡泡溫泉 吃老街 很開心 那現在如果大家想要來金山的話 其實也很方便 因為呢 前年的時候吧 有蓋一個停車場了 以前我們大家如果有來金山的 應該都知道 我們都是停在那個一個公園對面 然後大家都在搶位置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 儘管來 不用怕還要像以前一樣就是 就是瘋狂的需要找車位 然後呢還要等別人 然後還要吵架 有貓咪 太Q了吧 他在瞪我耶 你在瞪我嗎 大哥 好 沒事了沒事了 我走了 嗚嗚 麥米 熟悉的味道就會對味 好 那我們來說說我們今天的溫泉吧 我覺得這一次的溫泉呢 主要是因為我一開始原本預設是兩千五塊 結果最後是999 那個價格落差有點大 所以對我來說 CP值上升了蠻多的 我覺得以一個 有床 然後有浴池 它的湯汁還這麼好 還有風景的情況下 我覺得兩個小時 999其實也算是非常划算了 那邊的環境其實是山景是很漂亮的 只是窗戶會有點小一點 再來就是設備比較老舊 所以有沒有到極致之湯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的距離 那但是如果加入這個 價錢這個CP值 那是真的很高 他們中間就要訂滿了 所以大家如果 小訂的話呢 就是差不多現在就要開始訂了 離老街也不遠 那邊去住一個晚上 然後晚上來老街吃吃東西 然後吃完東西之後再回去 然後泡湯 放 這一次最讓我驚豔的是 他們的露天風呂 金油風呂是有嚇到我 漂亮 然後五顏六色 它的池質還很多 而且重點是是全露天的 雖然說不會下雪啦 就是你冬天的時候冷冷的 然後出去外面立馬跳下去 很舒服 好啦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這邊就是泡個溫泉 然後來個老街吃東西 那我覺得會是一個 超級超級棒的行程 這個行程就是 親子 親侶 都適合 推薦給大家 我是拼音樂夢 我們下集再見 喔 風好大 我今天已經長出